关键月 无你受我 临终十年 也得往生 清净所除 该既犯无你重罪 又回邦正法 罪上加罪 且 暴罚罪 是罪痛 这一句要记住 一切罪业里 回邦佛法的罪 是最重的 没有比这个更重的 邦法之人称为 邦法禅体 孤不能我死 这是经上的意思 那 后面 举出 祖师大德 有不同的解释 那么在这段文字里头 最重要的一句 就是 暴罚罪 最终 就这一句 我们是不是 犯这个过失 我说过失都说得很轻 应该 应该这么说法 我们有没有犯这个重罪 会不会常犯这个重罪 有 为什么 如果不犯 你早就开悟了 你早就正苦了 我们是一面血 一面犯 犯的时候 不知不觉 那 我们对个法门 不感兴趣 就会批评 批评 就是邦法 尤其对法门认识不清楚 特别是人家 他已经学念佛法门了 还劝他干别的 说还有这个佛法门 比净土高明多了 净土 消不了的罪业 那个方法很快就消掉了 是不是真的 那 犯的人还是好些 这样帮助人 结果怎么样 把这个人 往生进土的机会 耽误了 本来这一生 可以去极乐世界的 经过他一圈隔 他修行路上 拐弯了 改换法门 把这一条稀有难逢的 大道 他让他脱离了 这张怎么说法 必须躲得地狱 才知道 后悔 莫及 自己堕落了 对方也堕落了 自己堕落了 对方也堕落了 堕我 很可怕了 所以 学佛 要清净善由 善知识 要清教他 真正善知识 决定不会批评 一个法门 为什么 批评一个法门 是批评释迦牟尼佛 所以 真正善知识 对一切法门 平等 共进 赞叹 但是对一个人来讲的话 其不其他的记忆 他要做出指导 那个法门好 你不能修 为什么 你不是这个根基 我出修佛的时候 我三个老师 方都没现实 张家大师 黎兵南老去死 他们三个人 没有见过命 那指导我 学佛 特别警告 你不能修禅 你也不能学秘 所以我跟张家大师三年 他不传秘法中 那为什么 不是这个根线 教我学教 方王老师的指示 教我从法相入门 我学了 段法明门论 我还讲过几遍 我还讲过几遍 学过 为时三十数 特别喜欢 没关系老局势的 法相中的一些惦记 相中港幽 我有缘 他找到了续篇 续篇 李老师没见过 他只读过 正片 看到续篇 他非常惊讶 我把它印在一起 他写了个续文 李佛还要齐集 你会很欢喜 很顺利的 这个像爬楼梯一样 一步一步的高声 三个老师都告诉我 不要碰禅宗东西 禅宗是天才 一步登天 你这一步要登不了 摔下来 就粉身脆骨 一切都完了 我们自己 不知道这些更新 老师看得很清楚 要听话 不要自以为是 阿妮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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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妮陀佛